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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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WSem out 我是Fashion Bo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只要我休息一段時間 就沒有上影片 今天終於 回来做一些你們想看的影片 那麼這個禮拜想和你們聊手勢 其实首饰这个东西我一直一直都很想跟你们去探讨 去讨论 其实它看起来很重要 可是它在穿搭这个环节里面 它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分支 那么在这个小的分支里面 其实还有非常多不同的流派 那么在这个众多的流派当中 日本印第安影视 在近几年是特别的火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有非常多的明星艺人带路 比方说牧村拓载大神 吴亦凡 陈冠希 林俊杰 余文乐 藤原浩等等等等 甚至我家的全智隆 龙哥 那么我相信即使你不是在这个潮流圈子非常熟悉的 都一定会听过Gorosh听过这个名字 那么其实 这个日本印第安手工营是它不仅仅只有Gorosh而已的 其实现阶段中国或者是香港 有非常多心血崛起 他们的这手工算是不错的我觉得 所以今天我又给你们推荐一个我最近入坑的 复古手工营饰 今天我要给你们推荐这一个品牌叫做FJ营饰工作室 那么这个是它的淘宝店名 它本身的品牌名是叫Zack Native 这样据说啦 它是First Aero的前职人 其实我本身就不太理会了是真的是在First Aero工作过什么 对我而言这个影饰是我要佩戴的 所以它必须要美啦 然后它必须要通过我的审美 那么我在他们这家店买的这个影饰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三个配件的组合 所以是四个配件的组合 因为当时我觉得我惯了它非常多的不同作品 然后我特别特别爱这个 其实你会发现它不是每个品牌的羽毛后面都有这个雕刻 所以我本身就比较喜欢前后都有雕刻的羽毛 我觉得蛮美的 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它的链子里面会有这个羽毛 佩戴的时候它的位置会跟随你这样子滚动 然后变换它的位置 所以它戴起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层次感觉 我觉得还蛮帅的 除了刚刚我讲它的这个细腻度之外呢 其实我最终入坑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羽毛上面会有一个自己独特的糖草 其实一般你们看哦 羽毛的话通常就是两边都是羽毛的这个纹路嘛 可是它这个非常的特别 它是一边羽毛 而且它有我喜欢的这种开叉 就是翘起来的羽毛之外呢 另外的呢 我很喜欢它在这个羽毛上面独特的一个自己的品牌的这个招牌 你买的时候呢 你确实会在想死了这东西来到美不美美不美美不美 我当时也是有这种这样的心情 可是我真的买到来我真的完全没有后悔我这个感觉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特别了 比起一般的羽毛来讲 它这根真的是 就是有自己的光环嘛 很多人会觉得你不喜欢氧化的过程 那有些人 就是资深的玩家可能他们会特别喜欢氧化过后的羽毛 那么我本身也是喜欢氧化过后的羽毛 因为我觉得它呈现出来的这个色泽 还有它的这个发黑的部分 让整个东西多了一种中古 一种岁月的痕迹和味道 我本身是还蛮喜欢Vintage的东西的 那么我说到这个羽毛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 这样的 我有点吓到 因为它羽毛非常的亮 非常的白 跟我一般看到的羽毛的颜色非常的不同 就显它有点不够粗犷这样子啦 so far 我等了一段时间让它去氧化 出来的色泽非常的漂亮 它沉浸了一种古铜色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美 相信再过不久它可能会变成更加黑一点点 但我还蛮期待这个过程的啦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其实羽毛这东西呢 你买回来你就要长长的带 就好像球鞋这样子 你买了就要长长的穿 不要把它摆住 那其实在购买这整个羽毛的过程 其实是不错的 上架非常的好讲话啦 然后非常的贴心 因为我也是一个新手嘛 所以当时我有非常多的疑问 这样我问他的时候 他也很乐意的帮我去解答 原本我不是要买银链的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皮绳 然后下面有串珠 而且我非常喜欢红白蓝 所以原本我想拼那种这样的颜色的 后来我在网上跟朋友聊天 然后他们跟我分享的这个 这个新的是皮绳它很容易就是掉死啊 然后会裂掉 会长时间需要换 所以就比较麻烦 对我新手来讲 没有那么友善 所以我就选择了链 那么这个链我选的长度是50cm 是幼的 我待了一段日子 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再粗一点 是OK的 but 这个这样的长度是刚刚好 那么我相信 如果你们入坑再久一点的话 你们可能还会去买一些 比较更加印第安风的东西 羽毛啊 太阳神啊 老鹰啊 或者很多松石的东西等等等等的 但你把它那么复杂 那么有层次的东西 像你本身的穿搭方面 就需要更加的简约 那可能你们常常会听到 他们会讲 像很多人跟风啊 买羽毛啊 都不喜欢日本印第安风的东西 为什么要去跟风买这个东西 而且我觉得其实没有错的 跟风不跟风这东西 只要你不是因为别人的两言三语 去影响你的审美 然后花大钱买一些你 不喜欢的东西之外 像我觉得 why not 潮流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风气 就是靠着很多人去做同一件事情 然后带起这整个趋势 就好像我这样 我本身不是一个 阿美卡机的发烧油 我也不是一个日系的爱好者等等的 因为我本身 应该说我本身的这个穿搭理念 还有我的个性是比较好喜欢 打破常规 我喜欢把东西 尝试地把两种不同风格的 去混合 撞出一种新的美学 或者新的化学效应 所以像印第安羽毛这种 那么有文化 还有特色的东西 它在我身上会 可能会跟我本身 原本的一些风格会很壮 所以在佩戴羽毛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把我身上的穿搭 弄得更加简约 更加素一点 来让它去呈现它应该有的一个气质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听到别人说 哦买羽毛 一定要买GOROS 一定要买First Aero Godsan这种 比较入流的牌子 买其他都是不入流 这样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我真心觉得每个人应该有自己 审美做决定的这个选择权 所以不用理会别人 如果你喜欢 Just get it OK 时尚的这个价值 不是出自于这个品牌的 Price Tag 反而是在你人生的态度 A wise man once said 时尚不只是衣和库 它是你的生活态度让你变得很酷 像我本身我从来不理它是大孩子小孩子 我纯粹喜欢工匠的精神 还有职人的这个手艺 因为我觉得很帅 原来在一片那么简单的银上面要做出那么多变化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sexy的一个东西 对于新手来说 就好像我本身也是一个新手 所以当我正是想要开始去了解 我也发现到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去找到一些源头 一些门路 因为没有大神带入门 你是非常的难入坑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两个 第一 它的消息非常的闭门 它是一个非常属于小圈子的东西 是属于一帮community的 它没有真的向大众的去宣扬这个东西 加上它的货源非常的难得到 普遍它没有在我们国内里面有任何的专店 或者是有人特别开店来去 promote这个文化 介绍我们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喜欢这类型银饰的人 只可以在国外的一些网站 一些网店 或者是一些潮流买手店 才可以得知他们的消息 我本身也是因为前阵子刚好 很多台湾的YouTuber 他们刚好在拍着银饰的影片 我就从那边开始慢慢的去找到一些门路去了解 我觉得那时候我好像是看到阿兴拍的影片 然后好像癌子也有拍 布莱恩养生也是有拍 所以shoutout to all these台湾YouTuber 那么当你真的去认识的时候 你发现它其实非常的复杂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那么每个流派做出来的羽毛 老鹰 唐草 平达 等等看起来都大同小异 但是其实你要深入深入深入去了解 才发现到它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吧 那么另外一个主要原因也是 因为它的入门价非常的高 而且普遍我们知道的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品牌 我记得我刚刚入坑的时候 我买到回来过后我给Vivian看 她第一人讲 哇 这个叶子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它可以比金更贵 为什么要千多两千块 我觉得它的价格是合理的 因为这也是工匠本身的功夫 它的职人精神 工匠的手艺等等等等 这全部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 那么其实我在做research的这段期间 我也发现到很多不错的小众品牌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下个影片下个视频 我就在介绍很多我看到的好品牌 介绍给你们 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一次 看个8次 看你爱上我微信 也要记得like我的page follow我instagram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的 啊 如果你们喜欢看到我上传更多好的影片的话 记得这个影片哦 一定要赞 comment 帮我分享 因为帮我去对抗一下这个演算法 Right So Let's get it 下个影片见 Bye Bye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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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